挑戰各地區最難吃 外壽 這輩子沒吃過這麼難吃的涼麵 大家好 我是綠眼鏡 歡迎來到全新的企劃 挑戰各地區最難吃 外壽 我相信有非常多的人常常叫外壽 但是基本上大家不會去吃最難吃的外壽 而且外壽的評分基本上都蠻高的 5顆星 4.9 4.8 4.7 4.6 很基本 很少看到什麼3點多的 所以我就想說如果能吃到超難吃的外壽 評分最低的外壽到底會不會真的超難吃 那我目前住在板橋區嘛 所以我們今天第一集就是板橋區 那如果流量好 按讚多 大家還想看底下留言的話呢 回台南 或是去一些其他地方拍住宿啊等等的 也能叫外壽的話 我們就來實測每個不同的地區 評分最低的外壽 到底好不好吃 說不定它評分低只是被惡意說啊 說不定它評分低不一定很難吃 有可能每個人口味不同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突破這個迷思 因為我相信沒有人會點非常低分的外壽 好那今天使用了Full Panda 然後呢因為它沒有評分最低嘛 所以我們只能用評分最高 套用之後呢我們就開始往下瘋狂的滑 然後呢我們今天要挑的就是最低分的 但是呢評分數不能夠太少 因為如果太少的話可能不準嘛 可能就只有3個評論 然後呢3分3分4分這樣就超低啦 所以我們必須找那個評分數 至少要有幾百個 評價呢至少要這個4分以下 看有沒有啦 如果沒有的話再看要怎麼辦 前面很多5分的都是一兩個評論而已 所以那個也沒有說一定是非常高評分 非常好吃 現在我們已經滑到4.7了 好的看來這個要滑很久 我滑了超久 一兩分鐘 現在還在這個4分 那各位呢有想要購買 綠眼鏡新的衣服 有兩版兩個款式 底下有連結 大家有喜歡的話 有支持綠眼鏡的話可以去購買 好的 我們滑到了這個要預約訂單了 所以應該是最後了 那這邊最後這幾間沒有評分 是怎樣 我隨便點一間看看 評論太少 所以沒出現 那我們就找最後的有低評分的店 一顆星一格的店 好像還蠻多間的 我們要找那個評論比較高的 這邊都只有20幾30幾 然後這邊有一間3.8顆星 177評論的 但是呢 它的一些這個低評分都是寫說什麼 買一送一的量等於一份 真是優秀 料少飯多 不好吃 太貴 所以感覺不是說特別難吃 下面有看到一個這個 30幾個評論的 然後3.3顆星 我來看一下 然後這個呢 非常多的一顆星 麵條很硬 完全不吸醬汁 泡菜涼麵只有6-7片不到10元的泡菜 這樣要100元 CP值很低 這輩子沒吃過這麼難吃的涼麵 分量差太多 麵質不優 麵太冰豆凍傷 醬料還有碎冰 麵是硬的 太貴了麵太硬 好像這個真的都麵超硬 我覺得我對這個有興趣 看一看到底多硬 我會不會直接吃到冰塊 我們就來點這間 blahblahblah涼麵 好 那我點一個 蒜味胡麻醬大食涼麵 因為我比較喜歡蒜味 然後我點一下它的泡菜 剛剛很多留言說泡菜很雷 那我再多點一些小菜吃吃吃看 總共210元然後它折扣之後變成189元 好的 送出訂單 我們就來看看 板橋區評分最低的 有30幾個評論 總評價只有3.3顆星 而且點進去的評論是相當多 說非常難吃 至少有大概七八個 那就應該是真的不好吃 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等一下這個餐到 會吃到怎麼樣的涼麵了 板橋區最難吃的外送涼麵 就是你了嗎 期待一下 好的 用一個foodpanda的這個袋子 送餐時間大約40分鐘 還行沒有到超久 但也是比較偏長 先拿掉我的搖曳露營桌墊 好 那它就是小菜都會用這個塑膠袋包起來 先把它倒出來 我給各位看一下它的樣子 好 首先這邊有毛豆 然後這個涼拌海帶 泡菜 泡菜味道蠻重的 但是泡菜看起來有點少 這個55塊 其他兩個35 但它好像都有在打9折 但我覺得泡菜有點少 這樣要55打9折 還是挺貴的 好 再來我們要來倒入這個醬了 我先聞一下 它這個醬汁 感覺中規中矩的啊 沒有很雷的感覺啊 來倒一下 我叫的是蒜味糊嗎 我是還沒看到什麼蒜味啦 醬汁有點少喔 你看這樣子 倒完之後 整個麵呢其實 還有很多沒有倒到的部分 好的 那我們先來吃一下小菜 我這個 毛豆達人 它吃起來挺水的 但是很鹹 有的時候邊角有點這個髒髒的 不知道是放比較久還是怎樣 感覺新鮮度稍微低一點 但還是能吃 就挺普通的 海帶 還行啊 偏鹹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就偏鹹 好 再來是泡菜 這個量真的不多啊 喔 好酸 該怎麼說 它好酸喔 它酸到有點過酸 可能要搭一點涼麵 我們先來吃一下涼麵好了 蒜味胡麻醬大食涼麵 這一個是85喔 真的超硬 這評論沒有騙人耶 是有一點點蒜味啦 沒有錯啦 但但但講了那麼多蛋 你看 吃一下沾比較多醬的好不好 你看這個 要怎麼講喔 不知道為什麼麵會這麼硬耶 麵咬下去很不麵你知道嗎 它麵咬下去很有一種 就是麵粉 它感覺麵就是沒有搞定 它就是一個麵粉 很有麵粉的那個味道 沒有在做效果喔 不是因為它頻分很低 我就一定要噴它喔 但是 這涼麵麵不行 這真的是 Seven啊 全家啊 的涼麵都比較好吃 啊可是它是專門賣涼麵的店耶 怎麼可以比便利商店難吃 你看這個 相當硬 然後吃軟麵很粉末的感覺 還是要搭泡菜啊 會比較好吃一點嗎 泡菜那麼酸 還是很酸 而且跟這個麵沒有混搭在一起 我知道它吃完很有那個 就是胃胃很卡的那種感覺 很像把一堆麵粉塞到嘴巴 然後硬吞下去 沒想到麵可以這麼不行耶 我挺意外的 我剛本來想說要先拍一個封面 吃之前先拍個封面 但我想說吃了之後再來想說封面要怎麼樣 結果封面就是長那樣 因為真的不是很優 毛豆給三顆星 這個海帶可以給四顆星 最好吃是海帶 泡菜也給兩顆星 然後麵呢 兩顆星 所以兩顆星兩顆星 三顆星 四顆星 加起來除以四 總分11分 然後呢除以四 2.75 它的平均分數是3.3 我只能給2.75 以這四個東西來平均的話 加上1.89 我吃完泡菜跟麵之後呢 我再回來吃毛豆 毛豆好好吃喔 毛豆的話應該好吃起來 海帶 好吃 其實這兩個 我沒吃過這麼酸的泡菜 那我也沒吃過這麼硬的涼麵 應該說不是涼麵 我沒吃過這麼硬的麵 任何麵都沒有吃過這麼硬的 目前它非常對得起它的評價 剛吃五塊 板橋最低分 好的 那我們就來進入今天的 板橋區最難吃 餵送之旅 好 出來了 我說回 毛豆 不錯吃這句話 毛豆它有點撐吃不齊 但我還是都把它吃光啦 它有一些就是很 放很久 然後咬下去那個毛豆是很軟的 就毛豆要咬進去嘛 裡面的豆子要是硬硬的嘛 脆脆的嘛 有的咬進去很軟 我覺得有點爛掉的感覺 所以全部起來 其實就只有海帶比較能吃 比較正常一點 泡菜真的酸到一個 我不知道怎麼講喔 我這輩子沒吃過這麼酸的泡菜 我跟你講真的 而且呢 我拍這個呢 已經有一個心理預備了 就是我已經有心理預備 它會很難吃了 但是它還能在複配那上面 代表它應該還是能吃嘛 是能吃沒有錯 只是189 我順便買個滷肉飯配個湯 我順便買個白飯配個醬油 我順便去Seven買個涼麵都比較好吃 說真的 Seven涼麵好吃非常多 真的是 不知道怎麼講耶 這個涼麵呢 吃到後面要吃很多那個醬 倒下去那個湯汁 吃很多 才不會讓涼麵感覺到超硬 然後這個泡菜呢 比檸檬還要酸 檸檬我是可以直接吃一顆喔 直接把它挖下來 然後直接這樣吃 我很愛吃檸檬的喔 那個酸度我都ok的喔 這泡菜它的酸 是那種藉在醋的酸 泡菜酸到極限的一個醋酸味 我不知道怎麼弄的 可能是醬的問題吧 好啦這個系列呢 真的是有點硬喔 這不是很好吃喔 還要花這個快200塊喔 我覺得真的是CP值很低喔 我一開始還想說是口味不同 有的人可能喜歡吃這個東西 然後有的人喜歡吃那個東西 口味不同 結果沒有 因為我也會吃涼麵嘛 Seven涼麵 全家涼麵 真的都比這好吃 但真的如同平衡上面所說 非常硬 那有的說很冰 我是覺得沒有到很冰 因為可能外送的時間 它就稍微退冰了一些 但真的好硬 好的 還想看到這個 外送評分最低系列 按讚 留言 跟我說 想要看到我去哪裡 拍這個外送最難吃系列 可以給我講地點 其實講地點也不太對 就看我有什麼機會 或是你住在哪裡 你有點過超難吃的最低分外送 但是通常只有YouTuber 會拍這種系列 如果你們有吃過超難吃的外送 然後在哪一個地區呢 可以留言跟我說好不好 我有機會去到那一區的時候 來叫叫看 好我是劉遠鏡 想看到更多這系列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晚上6點見 下次見 掰掰 好硬啊 然後好痠啊 2點75分 掰掰 我知道你很小粒 小粒群 我可是有很大的兩粒了 什麼小粒 我是大粒群 多大又粒呢 他媽超好笑 肚子好痛 那是在包還是在扁 女粉一定是包 很愛秤 不知道進他會遠的腦袋是阿 他會秤火影熱度 我拍火影忍者的一番賞 我遠到日本去拍火影忍者村 我這麼愛火影忍者 你跟我說秤火影熱度 所以他的邏輯是 我們拍麥當勞就在秤麥當勞熱度 久面拍iPhone 在秤iPhone 木曜室操完去拍一日軍人 在秤軍人 所有人的影片都是在秤熱度 我真的不能接受耶 他唸縫甲是在 混縫甲熱度就對了 亞洲遠近 對不起 亞洲杯子 沒辦法接受這樣的封面 亞洲杯子 我跟你道歉 我不知道亞洲杯子 是一種馬克杯 還是杯雞杯 對不起 我不知道